花莲市区最近不少向到路口新增了红绿灯号制 希望能够促进拥路人遵守交通规则 但加设红绿灯后却衍生周边行车动线不顺畅 以及居民辱入不方便的状况 市民代表接获陈勤后特别委托县议员魏家贤 邀及县府建设处等相关单位现刊 希望能够增加导引指示设施 提升民众行车安全 国风国中正门前往荣正街方向上下学时间 家长接送学生车多人挤 而最近在路口加设红绿灯号制 反而让车辆排队塞在荣正街一旦 也让荣正街265巷内的居民反而是无法进出 纷纷向市民代表魏玉胜来陈勤 自从加设红绿灯之后 因为红灯是90秒 然后绿灯是45秒 那就变成说有点比例上的不对等 那造成说开车的时候特别的急 然后停车的时候特别的长 那在地民众透过预胜来希望把这里改善 那也希望来将这里做到更完美 让学生更安全 所以预胜有联络议员 然后一同来做一个会刊 一同来做一个改善 县员魏嘉贤也特别邀急了 县政府还有市工所交通单位到现场会刊 希望对于市区增设的红绿灯号制能够有更完善的规划 龙正街这边的地方也是国风国中学生上下课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道路 那也是所有家长可能会来经过的部分 那自从这里有设相关的红绿灯之后 可能也造成地方的一些住户出入上面的不方便 那我们也是建议 那花莲市甚至其他的乡镇市也有类似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红绿灯设置下去之后保障了行人的安全 跟用路人的安全 但是随之而来的可能蝴蝶效应产生出对住户周边交通上面的一个非常巨大的影响 是不是如果设置红绿灯之后产生出的效益 那也要一并的来做相关的预防 才能够造成不必要的一些困扰 让这些住户没有办法来正常的出入跟生活 经过会刊 荣正街265项口将真话网上禁止停车区 还有停慢等标示字样 提醒用路人注意行车安全 介络会欢事报道